大家现在看到的画面是8月19日凌晨3点23分 菲律宾4410号海警船主动冲撞我方21551号海警船的画面 从画面里我们可以看到3025分 菲律宾4410号海警船从我方海警船的左侧 突然加速转向冲撞我方的2155号海警艇 具体的新闻是中国海警在今天早上发布了一条快讯 说8月19日未经中国政府允许菲律宾4410 4411号海警船非法冲撞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对非侵船船只依法依规实施了管控措施 那这之后呢中国海警局的新闻发言人 就菲律宾海警船故意冲撞我方海警艇发表了谈话 那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甘雨表示 8月19日菲律宾44104411号海警船未经中国政府允许 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临近海域 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船只采取了管控措施 那3点24分非4410号船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2155腰挺 导致发生碰撞责任完全在飞方 那等于说是凌晨3点多的时候 菲律宾的4410和4411号海警船 在我们的仙滨礁临近海域呢 与我们的执法船发生了冲突 不过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很快就又更新了一条消息 是说8月19号60许也就是同一天的早上6点多啊 非4410号海警船在非法冲闯中国南沙群岛仙滨礁临近海域附近受阻之后 不顾中方的反复警告航路管制 再次非法冲闯了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附近海域 然后呢中国海警对非肇事船只依法依规采取了管控措施 那等于说是什么呢 是说他三点多的时候在仙滨礁海域啊 这个4410和4411就与我们的执法船呢 发生了冲突 但是呢被我们的执法船只给依法依规的给管控了 也就是给撵走了对吧 他实际上什么片也没占着 他的目的也没达成 这之后呢 等于说他又绕到了仁爱礁附近啊 去去想搞事情 结果呢又被我们依法依规的给管控了啊 给给撵走了 实际上画面就是一个比较搞笑的 等于说他是从三点多开始想对仙滨礁那块去发起一个所谓的突袭行动啊 对吧 去去搞点事情 结果呢被我们给撵走了 这之后又气不过啊 又跑到仁爱礁又想搞事情 结果又被撵走了 等于什么事也没干成啊 那今天早上发生的事情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有一点啊 仁爱礁这块我们其实已经听的非常多了 仙滨礁似乎这个新闻不太多啊 那仙滨礁到底是什么情况 其实从几天前8月16号的一条新闻里面 我们就能看到啊 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9701号船 当时啊就已经非法闯入了我们的仙滨礁海域 截止到8月16号 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9701号船 已经在南海的仙滨礁 非法破坏性毛泊长达四个月有余 而且呢 根据当时的知情人士透露呢 非方有意图在近期派出另外一艘大型的舰船啊 再次冲闯仙滨礁海域 所以呢 8月16号的新闻 其实我们就已经掌握了 他们可能要随时冲闯这个仙滨礁的情况 所以就发生了今天早上这个事情 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这一切都早有准备了 就等着他进来了 那我们具体是怎么准备的呢 从另一条新闻里面就可以看到啊 近期有消息传出 菲律宾方面正计划向仙滨礁派出第二艘船只 增援此前已经抵达 并非法滞留的9701船 意图重演仁爱礁 非法坐滩破船的这个戏码啊 打造半永久性的前沿基地 那一开始呢 菲律宾是打着监督中国 填海造陆行为的幌子呢 向仙滨礁派出了9701号船 然后就赖着不走了 准备实施类似于仁爱礁的一种非法坐滩的行为 然后呢 也以这个形式在仙滨礁 坚持了长达4个月的时间 那现在呢 菲律宾的增援行动 一旦实现 中非在南海的对峙将会进一步升温 那种种迹象表明 菲律宾政府已经做好了 在南海持续挑衅的准备 那对于这种情况呢 我方早有察觉 所以我们外交部罕见进行了强硬的表态 在8月17号的时候 外交部针对此事态表示 要求菲律宾立即停止侵权行为 立即撤出非法滞留仙滨礁的所有船只 目前在仙滨礁海域展开维权执法行动 不只有这些万吨级的海警船 此外呢 我们山东舰也再次重返南海 随行的舰艇呢 包括055的导弹驱逐舰 延安舰 还有054A型的导弹护卫舰运程舰的 那有分析认为呢 山东舰时隔一个月 再次重返南海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震慑菲律宾政府 以及背后的外部势力 那所谓的背后外部势力就是美国 等于说 现在我们中方的包围圈已经形成了 有大型的海警船 有山东舰航母 以及海上民兵船等等啊 包围圈已经设立好了 就等着它来了啊 而且外交部的这条声明里面还提到啊 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为了菲律宾 真正与中国正面抗衡 那这一点从最近的美加菲律宾的 四国军演上面就能看得出来 因为在他们军演期间 我们实际上一直是在跟踪观察的 但实际上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反应啊 也不敢知一声 对吧 你不是四国军演吗 你不是很牛吗 对吧 那我们监视你 对吧 我们船贴你那么近 看你也不敢说什么 那今天早上这个新闻的来龙去脉啊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包括鲜冰椒这个来游啊 我也给大家稍微做了一个解释 但是呢 我从新闻下面也看到了非常多评论 也就是说 为什么不直接去击沉这个船啊 对吧 为什么不干死菲律宾 就是这种评论非常的多啊 其实这样留言的心态 我们也非常能理解啊 毕竟菲律宾啊 不断的这样挑衅 也确实非常招人烦啊 恨不得一拳给他揍倒在地啊 但实际上在国际关系里面啊 是不能这样做的啊 毕竟在南海 我们是有实力 以这种可控的方式 就能维护到我们的利益的 没有必要啊 对这个局势进行一个所谓的升级 就跟两个人冲突一样 这个谁先动手是非常重要的 实际上我们用这些万吨级海警船 就能解决现在这样的问题 那没必要去把事态扩大化 那一旦事态扩大化了 反倒是对方希望看到 所以以目前的这样一种形态来说 他打又打不过对吧 他以这种方式不断挑衅也没有用 你看早上这个新闻实际上很搞笑的 那实际上菲律宾的这个4410 他就是被来回撵的到处跑啊 他实际上什么事也干不成 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战略上我们就是保持低烈度的冲突 然后再服以一些军事威慑就可以了 实际上你说主动去打沉他们 去击沉他们 这个真的是没必要啊 那如果真的是以军事的这种打击方式去做的话 那反倒是对手啊 希望看到的 实际上你说菲律宾他愿意这样做吗 对吧 他小马克思刚刚上台的时候 还跟我们谈了不知道多少次 那之前的新闻大家也了解到 其实作为菲律宾来说 他是不愿意跟中国发生这些冲突 那实际上就是背后美国在 在一直窜动他搞这些事情 那目的其实也显而易见啊 美国在中东啊 包括世界各地 他实际上陷入了很大的麻烦 那这个他认为啊 不管这个麻烦真的是是谁找给他的啊 那他就希望在南海对吧 在中国周边持续的给中国找一些事情 然后牵扯我们的精力 但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说呢 那我们就用很小的精力对吧 我们就用我们的海景去做一个正常的管控 做一个正常的驱离就可以了 没必要把事态升级 这对于我们来说战略上来说没有必要 对吧 我们就以很小的精力来应对这些 事情就完了 那可能更多的精力 我们还是要放在去维护我们中国自身的利益 包括去为中东那些受欺负的民族和国家 去为他们为正义发声啊 这是我们要做的 对吧 我们的可能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这边 那其实菲律宾对我们来说呢 可能问题不大 不过说到这了 更值得我们关注的点 其实是在日本 前一阵在七月底的时候 其实有条新闻是说 美日两国的外长和防长啊 开展了一个二加二的会谈 目的呢 就是确认重构驻日美军 然后呢 把驻日美军司令部整编为联合部队司令部 说到底呢 其实就是美国想加强对日本的这个军事管控 而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应该警惕的啊 日本呢 其实作为美国在亚洲放的一个棋子啊 他更多的 其实是担任了就像乌克兰一样的角色 那实际上我们更加应该关注的是日本这边啊 毕竟 毕竟日本的军事实力各个方面 包括他所处的位置 比菲律宾来说威胁更大一些 而且看美国现在对日加强这种军事控制的动作 也能看得出来啊 他实际上就是想把日本变成亚洲的乌克兰 所以这方面才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而菲律宾对于我们来说 更多的就是一个戒选之极 你像以一个低烈度的这种状态啊 去解决他 就完全就可以了 那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我希望我也想把我们翻译一下